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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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原因是他不會有關聯性 就是我的GPA表現是 我的MOTIVATION 跟我的GPA的關係的表現 並不會因為我表現得好 我下個月就會表現得不好 我不會因為我下個月表現得好 下個月就要表現得好 沒有這個關聯性的存在 這個叫Inpendent However 有的時候是Inpendent 但可能會被打破 什麼情況下會被打破呢 它有可能會發生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就是 時間上的相關系 它叫做Temporal Autocorrelation 另外一個叫地區上的相關系 空間上的 Temporal Autocorrelation 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現在要做的是 時間會有情緒的關聯性 然後他的情緒 你覺得他第一天很生氣 第二天他的情緒 第一天的情緒有關聯性 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情緒 第三天跟第四天的情緒 第三天跟第五天的情緒 會有關聯性 审視你 家裡發生大事 他可能一把都哀心 然後一把都哀心 某一把都哀心 有沒有 那算案情會改變 可能會種很開心 到慢慢到瓶 你會不開心到慢到瓶鏡 可是這件事情會 因為螢幕時間點比較近 關於性比較強 對不對 我們稱這個叫做 Temporal Operation 時間上的自我相關和自體相關 另外還有什麼意思叫做 空間上的自體相關 比如說 住在同一個社區裡面 從這個社區開始往外擴散 這個社區的受益 比如學生跟家庭經驗房間 因為他們的社區可能會比較類似 對吧 就是你市中心的發現 幫你讓他亂亂市區 從中心裡面往外擴散 你會發現 其實住得近的學生 他們的學業表現 或是他們的一些特質 心理特質可能會比較相近 如果有這個情況 那叫做 Spiritual Operation Rage 空間上的自體相關 所以其實 有的時候你說的資料 假設你是時空有關係的 時間或是空間有關係 很容易產生Auto Relation 我這邊叫Auto Relation 那Auto Relation 它基本上 它在 Regression裡面 它可以直接做測量 HPS 結錄就有一個方式幫你測 它叫做 Uni-Warsim Test 這個就是幫你做Auto Relation測量 那Auto Relation要怎麼測量 它其實就是測量 我的Recedure 跟我前一個人的Recedure 差異 不大小 然後把它做分析 那一般如果Auto Relation 在2.6是OK的 那大約跟小約太多都不好 那Auto Relation怎麼測量呢 其實很簡單 你如果要跑非常的容易 它就在這裡 另外我跑很多 左下就看到 你看到它 基本上只要勾選它 然後在我的迴規裡面 然後在我的迴規裡面 看一下 在這邊 這是我前後的迴規嗎 就出來 有沒有看到 那一般是2.6比較好 那如果它是比較 嗯 等一下 這邊跟前往說 一般是2.6比較好 那如果它是比較 那如果那只是小U 那表示他有PUSD Outo Relation 然後大於2 那表示 Outo Relation 什麼意思 就是小U 如果它是小於2的話 很小於2 那表示它是 有正向關 那如果是大於2的話 表示它有負向關 就選擇這個時空 如果時空 正向關 表示時空越近 它會關係越強 負向關 表示時空越近 它會關係越弱 大概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要表演一些指示 給你們看 你幫我看一下 我這指示多少吧 1.1835對不對 看完了喔 我來做一件事情 我再跑一次給你們看 完全沒有動物 的人學在跑一次 請問這數比是多少 那我再來跑一次 你們看到 每次跑都不一樣 為什麼會一樣 我剛才已經跟你說了 它是什麼 他的攻勢大概是什麼意思 這個人的殘殺 跟他前一個人的殘殺比較 對不對 所以順序很重要 排序很重要 你測量的順序很重要 假設我擺這個時間 或這個空間 有 那我在測的時候 我就會根據這個時空滿測 我會根據這個時空來排序 從這個地點往外過散 從它開始 比較近的順序會在一起 然後比較遠的順序會在後面 或者是時空 所以時間 比較近的測量 有時間會放在一起 然後比較遠的測量 你會放在後面 你懂嗎 所以 所以 Yubi Watson 雖然可以做 over-relations test 但是不建議你隨便做 因為你正常情況之下 你要用誰來排序 這是事情 這是一個要好的問題 除非你跟你的時間 跟這個測量 然後你覺得他會勉強 你所有人才會做 over-relations test 那你一般 你隨便做 over-relations test 你做跟你旁邊做 就很厲害 這樣我們才去做 那一般 像你修理資料 我們一般 你都可能比較少用 可是假設你是測量 比如說偏向 從什麼地方拍子 然後到什麼地方 那個距離一點 那也許你可能要做 這樣子太長的關係 那會有關係 那一般 那一般 像你修理資料 那一般 那一般 我們希望是選擇 我們希望是選擇 選擇 因為那個情況 這樣就比較少 對 那西亞人老師 一般 可以去分手 一些好 我們每一個測量 都會有排序 就是講說 第一個測量 第一個 RZ型的六個 是甚麼 他們的排序會是應激 他們的副的 會有排序 或是他們會有 測量的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 距離序會變成 所以幾乎是多 多少 從哪邊 中心你開始存在 因為有這個問題 那時間兩次 這個距離還是往後 或往前推出來 可以懂這意思嗎 但一般你們 正常 就是我剛剛做的研究 假設你是 就是抽學校啊 然後你隨機抽啊 或者是怎麼樣抽啊 一般我們都比較不會有那個距離 跟時空的問題存在 但實際上你知道說 有的人會做這個 放過來說 會不會想要測量 那他的研究 通常是可能跟 時空無關之類 才會比較多這樣的測量 這個不會當我們 也不會 我們大概使用的機率 也在那裡少 那只是你這樣 看對的時候 也許你有看到的時候 大概知道一下 那什麼概念就對了 就是Dwashing的一個 它主要做的一個工具啊 那其實我們說二嘛 二以上二以下 那其實如果 你真的想要知道 確切的Dwashing它的數值啊 它其實 我放 我拿上一個table 就是你會跟那個table來查 等下你數有多少 然後你的自由度是多少 然後那個數值的決斷值 什麼時候 變這樣查掉 還是table跟進入的概念 那應該使用不一樣的 只是你要有這個想法 大概知道說 對Dwashing的會對手 要人家隨便點做什麼 都會回回回一下 它其實是有這個意義 通常我們在時間 或是空間上的 一個附體下單 我們自己轉換 來 什麼是有母屬性的 我們記得嗎 Tarametic to learn Tarametic to learn Tarametic to learn 我們所謂的在統計上說 有母屬統計 那表示我們這個統計 方法 它能著重我們的 非常大的分析性 一個統配方式 通常都要符合 常態的分析 大部分的常態 對不對 TTS Moha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 常態性的想法 記得嗎 那五種數 通常對於一個 藥門的分配項 其實它是不是 屬於常態的分析 最常分析是開始回來 對不對 好 然後 回歸 它就是你的本數 所以它其實 有一個假定在 Moha的去對選 你的資料 基本上符合 常態性的假定 所以你的第一分配 你其實要符合 你的常態性的分配 ID 是一個是需要 但是 通常 通常這個 有一個講的故事 就是 當你的樣本數 是屬於 大樣本的時候 去拜給人的時候 你如果 Violet 和Sumption of 其實是 不會那麼嚴重的 好 當你的樣本數 如果是足夠的時候 你不是小藥門的時候 當你違反了 所謂的 常態性的想法 它的影響 並沒有那麼大 但是 當你的樣本小的時候 這個常態性的想法 會違反 就有可能會影響 你的回歸 這個字 大家不要給一下 有個字叫做 Vu 大陸會裡面有人會說 會說 會說 你這個回歸技術 No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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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適合 知道 就是它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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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ax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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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Vu Vu 我們想聽一下 剛剛學院的小學 你的回憶就是no-no-girl 就是他不再是最好的 不再是現實的 不再是沒有他的最好的數字了 這只是幫助你在看一些paper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一點 他可能會想出現的